強震過後花蓮高樓大橋全線斷裂 橋面側翻躺在河床上 從空拍畫面觀察 大橋基座每一根都從底部斷裂 再往前飛 原本應該筆直路面 卻變成Y7扭8 路面柔長寸斷 換個角度來看 整座大橋向左倒塌斷裂 幾乎沒有修復可能 玉里的高樓大橋 因為台東池上6.8的強震 整個橋面被震垮 至今搶通和善後的日程遙遙無奇 都是跨修不然西的 另一頭的輪天大橋 橋面明顯斷裂 出現上下高低差 現場拉起封鎖線 全線也是禁止通行 現在這樣道路寬度 跟那頭可能會廢車 比較困難 可能會破壞就比較困難 所以比較垮一點 那你這個比較管 如果要蓋新橋 第一個急塞急劍 如果要蓋新橋急塞急劍 因為這個是不可能再修復了 行政院長緊急南下會堪 縣長當面表達災情嚴重 交通部長王國財也點出 這次地震造成花蓮三處橋樑 嚴重回損 其中高寮大橋斷成好幾截 強扶大橋斷裂 無法通行 而福里鄉的輪天大橋 從橋面深塑縫當中 完全斷裂開來 除此之外 玉璃大橋 瑞穗大橋以及玉星橋 都出現路面嚴重軍裂 暫時無法通行 幾乎每次施工都會發生地震 沒想到這次規模更大 花蓮線境內一共有六座橋樑 出現斷裂破損 無法通行 就算加緊趕工 想要恢復交通 恐怕還得再花上一段時間 這新聞綜合報導